振兴一宗一派,其实质是为了一己私欲,这份信念不足以突破先天境界。 所以,徐宇师选择的不是振兴破月宗,而是传舞天下女子。 传舞女子?宋东风不解地问道。 天下女性,舞者较少,其中的强者更是少之又少。 虽然有宿女道招收女子入门,但因其功法特殊性,对资质要求颇高。 用因男女之间的身体差异,所以世间的功夫也大多不适合女子来修炼。 所以,徐宇师选择了庇护这世间所有的女子,同时传下适合女子修炼的舞学,给女子一个挣脱命运的机会,因此才晋升九品镜。 最近这几年,破月宗已经开始大量招收女弟子了。 原来如此,宋东风点了点头。 那我若是将成为五道第一人,作为目标,那样岂不是不可能了? 宋东风突然说道。 选择这个方向作为自己的道路来作为突破九品的契机,其实是可以的。 陈不弃微笑着说道。 但有一点,紧接着话锋一转,宋大侠,你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吗? 要知道九品之上还有传说中的十品,十一品,你觉得你在九品的时候就能做到天下第一吗? 况且最重要的一点,这一路走来,你就没遇到过天赋资质都要远超过你的人吗? 你内心深处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那五道第一吗? 你所选择的道也只是这么狭隘吗? 这,宋东风被沉不弃的话问住了。 虽然作为舞者,拥有一颗不断进取,不断向上攀登的心是必不可少的。 但如今的宋东风,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出出茅庐的愣头青了。 他知道这个天有多高,地有多厚,自己的天资算不上顶尖, 走到今天,无非是凭借着一股韧尽和不服输的精神在支撑着他。 所以,宋东风其实在潜意识中也没有真正地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, 不过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罢了。 哈哈,扯得有些远了。 沉不气哈哈一笑,频道说这些, 无非是想和宋大侠说一下小公爷品级跌落这一奇怪之事。 小公爷没准是因为受伤而实力暂时减退呢? 难道道长看出来了什么不妥之处了吗? 宋东风倒是对于沉不气的疑惑毫不在意, 因为他现在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为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上。 沉不气见宋东风的心思不在小公爷身上, 便也没有在意。 其实他这次和宋东风交谈的重点也不是在小公爷身上, 而是为了将突破九品的关键告诉宋东风。 毕竟宋东风若是能在京城内成为先天境, 那么对他接下来的计划有巨大的帮助。 可能是频道想多了吧? 沉不气轻轻摇了摇头, 然后便起身告辞, 留下宋东风一人坐在廊桥之下。 杨琪这次选择擅自离开众人的视线, 算是兵行险着, 不过好在最后有个合理的解释, 这才能重新回到安乐功夫。 至于被他嫁祸的注意, 杨琪则是半点没有放在心上。 既然对方秘密绑架了那么多普通百姓, 想必没安什么好心, 给他添一些麻烦也是正常。 但风险意味着回报, 杨琪这次成功将第三身相变成了窃命人中的一员, 如此便给自己多留了一条退路。 如今他已经拥有了三个身相, 实力虽然只有六品境界, 但因为杨琪是两次从八品境界跌落下来。 自身的基础深厚无比, 且精神力量在有着藏秘智能书和变天基地大法的双重加持下, 不仅可以做到精神欲误, 更能窥视他人内心的秘密。 所以,杨琪现在虽然只有六品境界, 但实际战力可以和八品五者抗衡。 接下来,杨琪便不打算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来, 先静观其变一段时间再说, 毕竟现在整个京城的形势不是很明朗, 有太多人都在暗中搞事, 所以还是不露头的好。 但有时候越是不想惹麻烦, 可麻烦偏偏找了上来。 待到所有人都离开后, 杨琪深深地出了一口气。 呼, 还是不适应这样的场合呀。 刚刚一大堆人都围在身边, 每个人都用一种热切的眼神盯着自己, 这让杨琪觉得有些不自在。 尤其是在面对安乐宫和宁玉书的时候, 杨琪便想立刻逃离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, 杨琪能感受到朱景艳对自己的那种浓浓的父爱。 这让杨琪心中莫名地生出一种愧疚的感觉, 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小公爷。 所以, 所以平日里杨琪都是避免和朱景艳宁玉书单独在一起, 虽然知道自己暴露的可能性很小, 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。 究竟要伪装小公爷这个身份多久, 其实杨琪自己心里也不知道, 如今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, 先硬着头皮将当下这个情景应付过去。 杨琪往后一道, 重重地躺在了床上, 思索着接下来的安排。 就在这时, 一丝诡异的波动出现在他的感知当中。 不对劲, 杨琪将眼睛闭上, 假装是在睡觉, 但实际上精神力却高度集中起来。 在他的感知中, 房间内墙角处出现一股奇异的精神波动。 这股波动有些奇怪。 普通的人类精神波动略显平稳, 而妖族的则是蕴含着一种躁动之意, 充满了野性。 可这股精神却好似死物一样, 发出的波动不仅规律, 且又十分生硬。 对于未知的事物, 杨琪都是心生警惕, 于是便在床上一个翻身, 将被子蒙在自己的头上, 同时施展七项身, 变成第一身相。 这番动作没有惊扰到那股奇异的精神, 接着杨琪将心神延展出去, 寻找机会包裹住对方。 此时若是杨琪睁开眼睛, 就会看到在房间的一角, 凭空出现一缕白色的烟雾。 烟雾凝而不散, 一点点朝着杨琪飘过去。 突然, 白色烟雾猛地停了下来, 然后一个调转方向就要离开房间。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 杨琪的精神力如同牢笼一样, 已经将其牢牢包裹住。 这时候杨琪将眼睛睁开, 从床上直挺挺地站了起来, 一步跳到地上, 看着眼前不断扭动的白色烟雾, 心中满是惊讶。 这是什么东西? 白色烟雾在杨琪的精神牢笼中 不停地挣扎, 试图逃走。 你是什么东西? 杨琪试探性地问道。 屋子里静悄悄地, 白烟没有回答。 而在杨琪的精神感应中, 被他困住的白色烟雾 就犹如活物一样, 不停地散发着精神波动。 既然这样,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